齐仙玉,一种很怪的球,不大被人看好的品种,长得像乌宇玉,但它竟然又是白仙玉鼠的成员,别的成员都是那样的,它竟然是一个球。 其实,不必惊慌,它小时候是这种情况,长大了就会变成柱子。 乌宇玉生活在美墨边境,而齐仙玉生活在壁炉,奇怪的生长地,奇怪的分属,奇怪的样子,奇怪的价格。 这种仙玉球在国内却是二十以类的普货品种,那是什么造成了齐仙玉现在的处境呢? 原来是它年幼时的这种刺美,老年期的这种花美,但很难去统一,一到开发的年龄,不单刺不美,它的表皮也会遍布鹤斑,让人忘却。 但是齐仙玉之所以叫齐仙玉,先就先在它的花,它的花是石榴花色的那种艳丽的橙红。 齐仙玉的老家雨量很少,土地平气,齐仙玉分布于秘鲁亚马孙省, 齐仙玉的奇怪之处就在于这些植株几乎无刺,而有些稀有的品种有刺,或者是植株的一部分有刺,而幼苗上面密集而长有弯曲的刺, 但低海拔的幼苗随着年龄的增长,逐渐的变得无刺,而高海拔则一直有刺,于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, 下面的齐仙玉长得像乌鱼玉,上面的齐仙玉长得像毛花柱,有没有刺那都不是绝对的,无刺的植株子球可能是有刺,或者是极少的刺。 它的花下季可以开几多,如果环境合适,一年四季都能够开花,是养花人的最爱,因此养一颗齐仙玉吧,它能开出非常艳丽鲜橙色的石榴花一般。 喜欢这个色彩的,赶紧买起来,真的是太好看了,它的花梗比较长,有5兆10厘米,直径和它3.5厘米,花刀初期是白色或者是灰色的小毛球状, 其先遇到果干而脆,成熟之后侧边开捏,就像灯笼一般,种子顺着植株的边缘划下,在种植方面会比原产地的速度要快一些, 在原产地它的生长非常的缓慢,在温氏米或者是架接在其他的植株上面生长得很快,但它的质地没有原产地的紧实, 它需要充足而不强烈的阳光,这样的光线是对它生长有利的,它不耐寒,冬季需要保持10度左右, 每年最好换一次新鲜的土,并不需要换更大的盆,不可曝晒。 其先遇的整个形状可以说是球状,直径可达8厘米,高10厘米,表皮暗灰或蓝绿,7到12棱,次座小,黑色,次的数量和色彩,在幼年珠和老年珠,冷凉季节和冬夏季节之间都会有差别。 幼年珠刺座上面的刺有数根稻刺,而老年珠球体中下部无刺,顶部刺座有一根,冷凉季节直如有短期的这种生长, 刺的颜色是基部嫩黄,尖端黄褐色到深褐色,这种嫩黄只在短期内存在,不久全刺都是黄褐色至深褐色,而冬夏两季基本处于休眠状态,刺色自然更灰暗, 而老年珠则是在冷凉季节,刺也是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的,很少有嫩黄色的出现。 齐仙玉可以切顶嫁接,也可以用种子进行播种,关于播种的要领,齐仙玉现在是嫁接在两天尺上进行栽培的, 自根栽培不易开花,最好是买食生的,夏季要适当的遮阳,它的这个冬季不能忍受低温,否则表皮会出现鹤斑。 按美国学家英纳斯和格拉斯的意见,冬季要维持在17.7度,在养护方面,齐仙玉的生命力很强, 但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慢,洗阳光,要求排水透气性良好的这种土壤, 胶水是见干见湿,冬季是防冻,和所有仙球一样,这种球不耐寒, 因为它在老家的时候也是非常炎热的,保持在10度左右就行。 这种齐仙玉非常难长侧芽,适合这种播种的繁殖,播种温度要在30度。 这种仙球除了标准的样子之外,还有其他的几个变种, 第一个变种非常的奇怪,它的样子就好比是焦力鼠, 像这个生龙丸的这样的一个刺,非常的妖娆, 与标准式的齐仙玉非常相似,除了花色是白色之外, 如果不是花色的原因,很难去把它们区分, 当然它们的刺也会比普通的齐仙玉要奇怪一些,比较妖娆。 然后第二个变种则是长得非常像顶花球鼠, 长得像这个光明玉,像裸厄的那种感觉。 它的刺非常的长,与标准形式的齐仙玉区别在于刺更壮一些, 但它其他的特征和齐仙玉都是一样的, 包括镜、棱、花、果、根等等。 最后一个变种则长得更加的奇葩了, 这就更像是钢丁的那种感觉。 这种仙球生长在卡哈马喀、圣马丁到密鲁一个极小的区域, 小于100平方公里,是唯一已知的区域, 此地海拔400到500米,生长于干旱的森林, 植株会在基部生长出弱小的子球, 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是在土壤的下面。 刚开始人们认为它是齐仙玉的一种, 但也有权威人士认为它可以单独的成为一个新的品种, 它看起来和齐仙玉很像, 但它们的镜是圆柱形的,能明显的凸起, 花朵是鲜艳的天鹅绒状的带荧光的红色, 它们也是比较容易发出侧芽的一种品种。 它的镜状,它的这个形态是柱形, 然后最后变成了这种柱形,体色绿灰蓝绿这样的一个颜色, 最高可以长到15到30厘米,直径可达10厘米, 它的刺棕色底部黄色, 最后逐渐变成灰色,和齐仙玉是一样的。 它的这个中刺可达50毫米, 非常的帅气的一个品种。 好了,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, 感谢大家收看, 那我们下期见,再见。